接着下来是NGO Day十周年回顾以及庆祝仪式 不经不觉NGO Day已经举办到第十年 在过去这十年Microsoft和社联都致力提升本地机构运用资讯和通讯科技的能力 我们现在有请Microsoft Hong Kong企业事务总监吴美美女士 和大家一起回顾这十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故事 谢谢 谢谢 再一次代表Microsoft和社联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十周年的NGO Day 我希望可以很快用两分钟知道大家都肚饿了 去翻译一下这十年我们一起走过什么的路 你可能在里面看到一些自己的照片 第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是2005年 第一年我们就在Cyber Poly 开始 当日是黑雨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很辛苦地做到第一届 同时间的时候我们当时起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促进到社福界更加认识到资讯科技所带来的益处 帮助大家推动到你们做到更加好更加多的社会服务 而同一年我们也推出了Community Technology Learning Center 通过与社福界的合作 专门是针对年轻人失业人士的需要 做了很多不同的培训 去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搬出户外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Training Center 已经通过伙伴有34间在全港18区做不同的培训 作为一种庆祝的NGO Day 然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些不同的通纳 我们开始看到 其实社福界对于资讯科的认知开始多了 但是怎样运用呢? 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把它搬回做一个Seminar的形式 很多人来做一些不同的分享 说回应用的形式 当大家认知多了的时候 同时都发觉这些软件可以从哪里来呢? 于是那一年我们和社联一起合作 就推出了Tech Donation的Program Microsoft作为这个Program的其中最大的捐赠者 我们第一年收到超过79间社福机构的申请 而那一年已经捐赠了4500个License 这个Seminar到现在也继续在运行 到现在我们所捐出的License是超过3万多套的 每年不断地抵增的 应用多了 接着下一部分我们希望保持大家的电脑更加安全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数码安全互动日 在这个时候我们地区的中心做了一些Trainning 我们已经去到50间 特别针对年轻人 很快地去到2009年我们已经做了4年了 大家已经运用了不同的科技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就和社联一起合作 做了第一次的资讯科技的调查 希望了解在社福界的运用情况的困难在哪里 还有未来的规划会是怎样 通过这一份的调查 我们希望可以抓到更加多业界的attention 不只是Microsoft和社联和社福界一起合作 而是希望政府和其他的业界都可以参与其中 可以推动到这方面的工作 去到10年开始了 这个在IT界来说 是另外一个新的era 我们叫做云端开始 那时候社交媒体都越来越兴起 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Facebook 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很 active 所以那一年我们的探讨 主要做了一些市场调查 就是看回年轻人去用新媒体 社交媒体的行为 通过这个调查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 特别是一些服务年轻人的机构 可以是怎样去规划未来的服务 怎样去接触受众 再向前跳进 去到2011年 那时候我们说了很多不同的基建 继续帮各位上 利用到云端的科技 因为通过我们的调查看到 社福界资源很紧绝 于是我们通过云端 希望可以减少你的IT方面的expense 同时可以提升到安全性和可靠性 继续下去了 去到2012年的时候 我们继续在云上 那一年我们和社联一同推出了 云端义工管理系统 这个系统在云端上的application 希望可以帮助到社福界 可以有效地运用到这套软件 去调配自己的义工资源 而同时那一年 我们也推出了Microsoft Youth Park 竹门针对年轻人的培训工作 通过培训年轻人 通过工作的实习 希望帮助他们可以发挥潜能 接着很快已经到去年了 我们继续在谈云端 继续探讨年轻人的工作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workshop 也就是Microsoft推出了O365的捐赠计划 这个是Microsoft有史以来 全球性最大的捐赠计划 是没有上限的 任何NGO有需要 都可以加入 除了NGO之外 我们也扩阜了 被宗教团体 非贸力团体等等 一起在上面 这就是我们简单 很快地进行过去 我们十年一起走过的族人 作为业界的一份子 香港的一份子 我们觉得很骄傲 可以和大家一起 并且走过这段路 我们前几晚一直在计数 过去这十年 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们觉得很骄傲 在软件和现金各方面的捐赠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大概有总数是去到1.8亿港币 而最骄傲就是 大概有400多间NGO参与其中 而通过他们 我们在外面做的培训 超过50多万人 今天是一个十年兴祝 同时也是一个啟报 因为未来的路还是很多 都希望可以和大家继续并肩 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 继续去营造社会的创新 谢谢各位 谢谢女士 回顾过去展望将来 过去十年NGO Day 作为一个平台的角色 提供一个场合促进观商民的交流和合作 往后这个平台 都会继续将最新的科技 带入社福界 令业界的童工 以至基层的市民 都可以受惠于科技发展 接下来 我们有请今年活动的主例嘉宾 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 谭共南太平新市 为NGO Day十周年致辞 有请谭女士 海伟 Horace Daniel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各位NGO的同事 好 欢迎今天获邀参加 今天由香港社会服务园会社社园 和Microsoft 聯合举办的NGO Day 2014 科技新一浪 营造社会创新 我对IT和福利都非常有亲切感 但在座的一些朋友未必完全知道原因 其实好像河伟都知道 我在大学是处修社会工作的 所以我们对福利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我现在能够回到劳工局 做这个神韵秘书长 回到本学的 但很少人知道 我想Juil和士仁议员都知道 我在1999年和2002年三年里 是当时ITBB的副局长 但是大家要记得 副局长当时是公会员 其后这个职位 就改称为数码港统筹专业 所以数码港 大家翻查一下记录 Horace 你可能看看 当年你的合约 可能是我签的 而这个徽章肯定是我选择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徽章 在吃饭时告诉大家 IT的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 资讯科技已经成为 大家每一个生活层面上的一部分 不可以划决 当中当然包括福利的事务 尽管对我来说 福利是否有没有IT的年代 都会有的一个工程 我读大学的时候 IT在福利上 扮演的角色就远远不及现在 另外明白到 有没有IT的时候 社会工作者都要因应当时的情况 和条件 去为服务者提供最佳的服务 据我所知 社会福利署是在1958年成立的 当时为服务都是靠人手办理 我看过一些照片 在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当然真的是 社会福利署当时一定是用一些人手去运作 有些人要排队拿东西 现在社会福利署的办公室 已经可用了电脑化 另外所有服务 也在200年开始了全面的电脑化系统 现在遍布在全香港的社会保障办事处 在处理个案和计算工作和津贴方面的工作都自动化 处理了大量的个案 现在排比的情况就没有了 社会福利署后期 在2002年成立了康复数码网络 无论在内容、画面、结构和网上浏览功能 各方面都能够符合一大列的国际和香港特区政府定下的标准 务求令各类的残疾人士都能轻松地瀏覽、康复、数码网络内的资讯 为残疾人士和企区的照顾者提供一站式的资讯 鼓励他们和社会联络 社会福利署更加提醒我说 它成立了个人电脑中央基金 在帮助残疾人士购买所需的电脑设备 透过康复服务的单位和勞工署 能够跟进他们的服务 跟进他们的家庭都能够接受这些服务 社会工作的服务当然以服务对象为主 因应互联网成为青年人交友和分享心事的平台 社会福利署都与时并准 利用互联网接触有需要的青少年 特别是边缘和隐蔽青年 看着能够适时介入他们的学习 现在社会福利署已经做了一个三年的 网上青年外展试验计划 来主动接触青少年 刚才我读过的 全部是社会福利署的署长要求我读的 因为他说 一定要我趁这个场合告诉大家 社会福利署是做很多电脑化和与时并进的 接着我说回NGO工作 这个不是他叫我读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IT也成为福利机构NGO必要的工作工具 刚才我听到有些同工 他们觉得他们的电脑比较不太先进 或者程式不太先进 所以有些障碍 但是相信今天NGO的同事 都不能够不应用电脑或者是IT 在日常工智中 无论在办公室 等于Data的处理 和服务对象的沟通量 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 社会福利署长 其实他主持了一个 社会福利界咨询科技联合委员会 非常之长的 他就说他一直都是贴助业界制定和推行 社会福利界咨询科技发展的策略 同时他也通过一个叫社会福利发展基金 去支援业界开发资讯科技科目 以及监察他撥款之下 资讯科技科目的发展 所以如果大家是希望得到什么帮助 社会福利署是可以提供的 当然我想借这个机会感激社团 蔡惠海卫他们 致力提倡商界和社会福利界之间的 策略性伙伴合作关系 共同推进企业的社会责任 尤其是想令到资讯界 可以向非政府经购提供所需的产品 服务、资讯、技术支援 刚才我们也听了很多 来到社会福利界的服务能够更加有效力 以及它的功能能够大大提升 我多谢社团 尽管我们离开了没有IT的日子越来越远 对我来说一直没有改变的信念 就是认为福利服务和社会工程 始终都是以人为负 以心出发 在求私今天的讲词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日子 社会工作可以完全由IT进行 例如有一个社会工作者的robot 我上来上去都觉得不可能 但尽管Harris 或者Microsoft的同事 可能不会同意这个讲法 但是我不可以想像一个由IT program去做的一个robot 可以完全升任到一个case worker 一个group worker 或者community worker 即使派发福利津贴这个工作 我也觉得有点困难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亲身的体验 作者各位可能都知道 勞福稿现在在统筹中 低收入在织家庭津贴 英文之法 其中一个好工作就是处理IT的工作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多谢Daniel和你的同事 你们帮我很多 包括教我如何应用这个宏专科技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领练到IT的角色是不能够缺乏的 我们尽量将整个过程IT化 和流程都IT化 但是我们想来想去 无论我们做得多细细 多具细无谓 我们必须准备有不同的人 层次的同事 在不同时间介入 刚才阿海卉用Intervention 我相信介入就是Intervention 甚至有同事要进行使用 着情绪 即Discretion 的情况 因为我们会处理不同 20万左右家庭的不同的需要 和特别的情况 在处理这些个案 和行使着情绪 甚至在制造这个过程的期间 我们和我的同事 是以人来故意心出发的 我本来可以举一些例子 我亦都很tempted 去举一些例子 去说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但我想在座各位都是NGO的同事 你们应该比我更了解 在什么情况下 会需要人的Intervention 和人的参与 和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应该使着情细 和如何使用着情细 是最帮到我们的client 我亦都不想大家认为 我现在在立法会拨款之前 进行游说的工作 尤其是有议员在座 我当然希望立法会 相关的委员会的拉布情况 是不会影响我 如何推荐这个低樽的工作 我看到盛议员源头 我感到很高兴 我想补充的是 虽然我刚才这样说 我们社福界的工作 是以人为本身出发的 但是IT的确帮助我们很多 譬如在我自己的过程里面 这个采悦做立法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很多IT 我亦都听过一些例子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 IT可以发展到什么地步 令到我们更加创新 我听过一个反面的例子 就是我问我一些同事 我可不可以做某些事情 他说不行 我说理由是为什么呢 他说IT做不了 那如果是这样 我相信我们都要记望IT 可以帮我们更加去想一下 怎样可以做到 即是现在做不到的事情 我亦都要郑重补充 我不是认为IT 不以为人为本 亦都不会由心出发 相反我认为IT 是由人设计出来的 IT的专业人士 今天在座都有很多 在设计过程之中 一定是由人为本 由心出发 我们刚才听到你的分享 他们的确是这样做 他们充分考虑了服务对象的需要 也就是人的需要 所以令到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效率 做事更倾心而言 想让IT更是成为我们的伙伴 展望将来 刚才大家都有些期望 我相信政府 社会界 IT一定会这么多努力 透过IT和其他科技 以人为本 以心出发 为港大的市民服务 令到服务更加好 我祝愿在座各位 今天有个丰收的NGOD 能够重新出发 以人为本 探讨一下我们将来 如何更加为社会营造创始 多谢大家 多谢谭共兰太平新市 有请谭女士留步 不好意思 因为接着来 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仪式 慶祝十周年这个旅程 我们先请其他主例嘉宾上台 分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 賴石江BBS 太平新市 Microsoft Hong Kong 总经理周作基先生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行政总裁 蔡凯卫先生 在台上是一部巨型的平板电脑 象征现时的新科技 而我们每位嘉宾手上 都有一块平图 上面的公仔 分别是代表官 商 文 以及IT界的合作 上一阵我们一起会数一二三 四位嘉宾就会将拼图放在平板电脑上面 寓意透过跨界别的合作 可以令到机构和社会的发展 在未来更加摧残 现在我们先请四位嘉宾手持拼图来一张合照 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数三声 一二三 可以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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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 Day 10周年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 賴石章BBS泰平紳士 谢谢晒谭女士和賴先生 请先到台下就座 蔡先生和Horace请继续留步 今次活动可以顺利地在这么优秘的环境之下举行 不少一直支持我们的NGO 在IT上发展的策略伙伴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第一届的NGO Day已经在数码港举行 现在我们有请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林向阳先生 接受我们一份小小的纪念座 今天无论场地、餐饮和穿梭巴士 都是由数码港赞助 所以想借各位的掌声 再次感谢数码港对NGO发展和NGO Day的支持